我現在正在白石角,為何會在這裏呢? 因為信和發展的日龍灣8剛剛收樓了 這個盤在2019年1月開售 當時香港未受到社會運動和疫症影響 有買入這個盤的業主買了一個三房 是600多呎的單位,樓價過千萬呎是16000多元 想讓我們一起開箱 我們都決定找完鹽樓師一齊入屋看看 順便看看它的質素 1萬6千元呎的白石角物業,究竟算不算貴呢? 這個本身是以低密度住宅為主 背靠吐露港海旁,一線單位會望無敵海景 海旁旁邊還有延綿不絕的單車徑 說真的環境算頗舒服 但今天已經有很多屋苑入伙,情況又如何? 我覺得交通寫閱都未改善 我現在就在大學站 如果進入日龍灣八,比較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外面的巴士站 坐他們的巴士進入科學園那邊 這邊有一架272A的巴士可以去到科學園 還有去到白石角一帶 我稍後也會實測一下,究竟乘坐巴士要多久? 拍攝當日真的很大雨,需要有點狼狽 當日我們乘坐了下午2時半的巴士 下層接近全門 原大學站出發,經過迴旋處直到海旁附近 這一帶就是科學園 中間停大約兩三個站 很快便可以下車了 剛剛我在科研路這個站口下車 其實走過馬路對面 那裡已經是日龍灣八 其實路程不算很遠 我上車到下車其實大概五分鐘左右 不過最大問題是 這架272A的巴士都相信梳落一些 所以你會見到剛才我不是繁忙時間乘車 但整個巴士都錯過了人 如果想自己開車又行不行呢? 日龍灣八全盤只有193個車位 以全盤528個單位去計算 也就是說有近335戶是沒有車位的 他們只能夠在附近找車位 除了科學園附近泊車之外 運輸處在雲匯和天賦海灣之間的 科城路用地都劃為臨時停車場 不過只提供178個泊位 運房局剛剛公佈 計劃在這裏改為智能停車場 希望善用泊車空間去增加泊位 但以這裏全區八千多個單位 你說夠不夠應付? 所以現場所見 我都見到有些人選擇維泊 至於日常消費 只能依賴科學園餐廳 和隔壁一個小型商場 配套就差點 但內部環境又是否足以抵消缺點呢? 我們開箱單位位於3A座高層低身 面積677呎 日龍灣八一共由三座組成 當中第三座會再細分ABC座 合共提供528個單位 單位面積由490至1740呎之間 有兩房、三房和四房 標準單位的樓底高3.4米 而且全部單位都採用僅廚 設計我又覺得比較人性快一點 進來這個單位 其實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的樓底也挺高 而且也挺闊落 客飯廳也很分明 這邊外接是一個露台 其實我經常都會覺得 住白石角 一定會看到套路港海徑 但這個單位剛剛就看不到 它就會看到自己的內圓 以及會看到對面屋苑的海灣議期 打開這個露台門 你會看到這個露台門 是在單位的外面 其實我覺得有少許癌煙 不過驗樓師反而覺得有其他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打開這個廠門 你會看到其實裡面這個位置 有一些折膠在這裡 這些位置其實是非常難清的 你會看到如果我伸手在露台那裡 其實未必夠手長可以折走去 除了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其實裡面這些位置 外面這個位置 都是有少許癌髒 都是那些折膠的 明顯就是應該是 之前他們外面的玻璃膠 重新折過 但不小心就拍到這些位置 如果拖門在外面的話 其實清潔和安裝 其實都是比 就這樣在裡面那些 其實是困難的 所以尤其是外面這些折膠 各樣東西都是特別要留意 而且都是一定要靠釣船才可以做到的 露台這些位置 廳裡面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是一塊大玻璃 如果你看到玻璃裡面有水氣的話 其實那個工序都比較麻煩的 你一定要下釣船 然後要割開玻璃膠 然後要再慢慢折回去 其實那個工序是比較複雜 而且一定要天氣 各樣東西都要比較好 才可以清潔到的 由客飯廳回到這邊 這邊就是廚房 你會看到廚房 這次都有很多新式的設計 譬如這個位置 它做了一個由上而下 拉下來的調味料架 這裡可以放3kg 這裡可以放2kg 再收納起來 就可以省了不少空間 還有這邊這個位置 有一個輕觸式的燈 但是剛才我們試過 其實這張燈是壞的 不過發展商就很快 找職員換了這張燈 但是除了這些新式設計之外 其實有些基本的東西 它這次這個盤就做得不足了 這裡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一摘水 摘滿它overflow 即是滿水喉的位置 你就會看到立即漏水 漏得很厲害 剛剛我們示範了 其實用水喉 直接噴下去的滿水喉 就已經是直接漏水 漏得很厲害 明顯它的接駁位 滿水喉摘到去水喉的位置 其實就漏得不夠 所以現在你看到 輕輕有時水滿多一點 就會漏水 特別都要提回業主 逢然這些廚櫃底 這些有很多水喉的位置 盡量都不要放很多東西 有時輕輕不小心 你蓋到這些去水喉 或者這些軟喉的話 其實有機會就會令到它漏水 從廚房走出來 走過來這邊 經過一條大概40呎的走廊 這邊是一間洗手間 它就是一個黑漆設計 這邊就是客房 這邊是第二間客房 兩間客房 進入這個位置 已經是主人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 你會看到洗手間 它是一個光似設計 跟剛才的客廁是有點不同 客廁是黑廁 還有一點我想說 洗手間都有些新式的裝置 就是這兩盞燈 這裡暗藏了一個燈掣 你可以按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開關 以及可以轉色 用手搖一搖一搖 就可以轉色 不過新式裝置都有它的缺點 這兩盞LED燈 如果壞了 換燈管也不容易 要割開旁邊 玻璃的玻璃膠 拿了燈殼出來才可以換到 所以我都會說 有辣有不辣 有套餐出來 這就是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這個位置 也預留了很大的位置 讓你去做一個衣櫃位 這邊會有一塊很大的玻璃窗 外面你都會看到一塊玻璃 這塊玻璃其實就叫隔音旗 因為其實這裡很近套路 會有噪音問題 所以要做一些噪音緩解措施 其實過來工作平台這邊 你就會感受到 打開這個工作平台 你會看見 套路說公路的錯誤 都真的挺強定的 所以都不要預料 去長開通風 而發展商都叫這個工作平台 叫做自動關閉門 括弧不作通風用途工作平台 所以全間房 可以通風的地方 就只有那一隻細窗 這個單位扶設天台 有比於一般是內置樓梯上天台 這裡要走出單位才可以去到天台 驗樓師在天台發現有不少空股 他說如果不處理的話 擔心日後會有流水問題 尤其是天面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有空心的話 很容易地磚會穀起 還有有機會水會容易落到瓷磚背 有機會水會經過防水層 有時可能剛好防水層有凹凹凹凹凹凹凹 有機會落到樓下的天花 所以如果天台單位有地磚空心 或長身空心 其實都最好換去便會比較穩妥 還有這個位置 其實都會在伸縮縫 如果你說地磚有空心的情況 這些伸縮縫會容易有氣泡和會穿 所以這些位置最好一定要做 天台也有一個洗手盆 其實這個洗手盆 是否同樣發現有流水問題 剛剛我們都發現有流水 我們現在放一放水 看看究竟是哪個位置 有時因為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旁邊沒有擠膠 它不同下面的升盤會擠在這條邊 有時如果我們拿水噴進去 或者是雨水 經過這條邊 就有機會落到盤底 在這些位置 其實你會見到這些邊位 其實應該濕 應該是這個邊位 慢慢沿著這裏 慢慢流到中間 驗完整個單位 總而覺得單位有很多細微地方 都有些脫漏 例如窗框 樓裝有一個螺絲 洗手間門框 封口線有釘孔 又沒有補色 最離譜的是假天花裏 還有一隻工人的手套 遺留在這裏 而單位驗留得分 就是因為廚房漏水這項 令單位失分較嚴重 最終只有85分 內籠交道質素有點失手 不過看得出日龍灣8 原流會所都算有心思 項目是順目在2016年 由政府招飛土地之中 以16億2200萬投得 每隻地價3932元 是白石角區內12幅住宅 用地之中第五低地價 比同系 在2009年買入的日龍灣 一期和二期 地價高達7000多元呎 低了46 即是隨著區內項目逐個入貨 當日買入這個盤的買家 多數著眼於投資角度 供應重貨加上交通因素 都令到這區租金比較受壓 唯一好處是項目鄰近中文大學 近年多了內地生回香港上課 稍為令到白石角的租務市場有承接 現在平均呈租是30至33元呎之間 如果以業主買入界去計 在扣除4.5元的管理費之後 回報只有兩厘 今日日龍灣8的開箱暫時在此 如果對影片內容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新盤開箱 都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流史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最重要是CLS 今天先都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